4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4月25日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 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这意味着经过十年努力从分散到统一 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 覆盖所有国土空间 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建立 我国以民法典为统领,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核心 以实施细则,操作规范,地方性法规等为配套之称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体系基本成型 在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看来 目前而言,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与房地产税开征之间 还没有太大的必然关系 房地产税是地方税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而不动产统一登记并不完全是住宅 而是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因此,不必要过度解读 只能说,不动产统一登记是未来房地产税开征的一个技术支持 至于房地产税在什么时间什么节点来做 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条件 包括市场环境、制度配套、公众的认可度的 据中国经济网梳理 不动产登记工作完成后,市民不需多触碰 在指定办公地点就能一步查询 避免产权交叉或冲突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基础 例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力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地物权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地入市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